进去呢 你可以看到释迦摩尼佛 这尊释迦摩尼佛举这样的说法印 叫上品说法 佛讲经说法有时候他举这样的手印 有时候举这样的友印 有时候举这样的手印跟不同的手印 我记得今天放地藏菩萨圣号 你们有听到 那是我进录音市场 我记得我二十年前要出家之前 梦到地藏菩萨 我拜观音跟地藏菩萨要出家 地藏菩萨在梦中为我说法 就举这种叫中品说法印 让我看到我的过去式 非常的精彩 非常的殊胜 阿弥陀佛 后来我才出家了 因为我这个知识分子也是很难度的 可是我才知道 人不是只有这一生 有过去现在未来 佛对大菩萨上品说法 有上品 也有分上中下形 那也可分为九品 所以佛讲经说法首印有不同 那这尊是用泥塑的 然后最后铜的 非常非常庄严 我记得当时他们跟我说 这个物音比丘尼 就是他们的方丈 每个礼拜都去看师父说 这个要怎么雕 这个要怎么样雕 要雕得很庄严 结果那雕空师父说 我雕了一辈子佛像 从来没有看到一个师父 这么用心地来教我怎么雕佛像 所以这尊佛像是非常非常的庄严的 所以佛呢 他做的是须弥宝座 是藤在虚空当中 是释迦摩尼佛说法图 那他上面的旁边有个灯 然后后面有叶子 后面叶子是指 菩提叶 是象征佛在菩提树下成佛 那很有趣的注意 这边前面有一尊观世音菩萨 刚开始这个寺庙 他大殿是供释迦摩尼佛 因为南传北传藏传 都是释迦摩尼佛教法 有一天有个老菩萨就来说 苏乎啊 我要拜观世音菩萨 我要拜观世音菩萨 我怎么找不到你寺庙 有观世音菩萨呢 那个法师就跟他说 你就是观世音菩萨啊 他愣了一下 我哪是观世音菩萨呢 对不对 我要求观世音菩萨啊 对不对 我要求孩子啊 求我的生意好啊 我家里平安 我一定要求啊 我怎么找不到观世音菩萨 他讲的是世俗的 那个师父跟他讲 你就是观世音菩萨 意思是你自信就有观世音啊 观世音菩萨从哪里求 不用去找外面 找你自己 不过这比较高 那个菩萨听得猛茬茬的 然后呢 他说那我下次还不要来求呢 后来他们僧团才开会说 众生啊 还是很着相的 就雕一尊非常非常庄严的 南海观世音 所有龙女跟 守善才跟龙女 然后让众生能够祈求 结果那个老菩萨又来了 他就每天拜 每天拜 有一天非常开心 他说师父 我了解了 我对呢 佛菩萨祈求呢 释迦牟拥有佛 都跟我讲 OK 这个老菩萨很高追 可见呢 佛呢 真是无言的说法 我也不知道佛是真的跟假 讲OK还是没OK 不过他每一次来一起 就用香花灯果煮 回去的时候 真的夜上灿煮都满他的愿 所以可见哦 佛度众生是有无量无边的善巧方便 你看连老菩萨都可以体悟到 Everything is OK No problem 这是很不容易的 好 你看这个大殿 大殿你看到有四个柱子 现在照相是两个 四个柱子代表 世圣地 佛的教法是世圣地 当然他在这个佛桌上面呢 他的佛桌呢 很细 然后呢 还用地水火风来代表 所以他刻了里面下面是火 旁边是风 有很多细节的 这个我就不讲 接下来 好 那再看 这个就是为我们讲经说法的那位 介绍的那位周老师 好 接下来看三层 三层是什么 佛在讲经的时候 当多宝佛塔出现的时候 很多人想见多宝佛塔 但是多宝佛塔有一个条件 就是要把十方无量浮边的佛国土 化身释迦摩尼佛通通回来这个娑佛世界 而且佛必须释迦摩尼佛用神通力 邀请十方诸佛 每一个诸佛都千百亿化身来 也有派逝者来 结果很多很多的佛呢 来了以后 这个娑佛世界装不下 所以佛就用神通力 把晋土变成了净土 然后呢 把所有其他不契机的人 移开不在灵鳩山 所以他变了三次净土 才把所有十方的 无量无边的诸佛都装着下 所以在大殿的旁边 那个叫三变净土图 这是很了不起的 你要多读法华经 法华经里面都有些些经文 接下来 那释迦摩尼佛在侧面 这是侧面 其实我可以告诉各位 释迦摩尼佛真的很了不起 我越学佛 我越觉得释迦如来 真的很了不起 虽然我们跟观音 文殊普贤 地藏 阿弥陀佛都很有缘 可是这个世界 若没有释迦摩尼佛 为我们说法的话 其实我跟你说 我们是听不到佛法的 讲个故事给大家听 释迦摩尼佛过去 曾经跟师兄弟 他的兄弟姐妹 兄弟一起出家 有一千个人 一千个人里面 他跟老师学佛法 有一天他的老师就说 你们要成佛 我想为你们授记 请你们想发一发广大的愿心 结果他的兄弟 就是达玛伯拉扎 有999个都发了很多大愿 都发愿我要再净土成佛 我要度很殊胜的众生 结果呢 这999位呢 都一一地蒙他的老师授记了 最后是释迦摩尼佛 释迦摩尼佛站起来说 我所有的达玛伯拉扎 我的兄弟就是好的 这个同参道友 都发愿要广度 无量无边的众生 度净土的众生 那请问 会土的众生怎么办 你们要度的众生 都是有善根 有福报的 那请问可怜的 断手断脚 残废的人怎么办 所以佛就发愿说 我所有999位的兄弟 不度的众生 通通我度 这时候 大地六面震动 十方诸佛放光 赞叹善哉善男子 佛为他授记 您的功德力 比其他的999位还殊胜 你在无量节以后 在五着二世 在节着 见着 烦恼着 众生着当中呢 你会视线成佛 十方诸佛都赞叹你 太不可思议 第二 因为你的悲心愿力 反倒看到你的名号 听到你的名号的人 都会学习佛法 这就是我们尊贵的 释迦牟尼佛 所以为什么我们讲经之前 不管你学任何方法 南传北传藏传 不要忘了 你要感恩释迦牟尼佛 释迦牟尼佛若没有来这个世界 我们这个世界呢 五着二世是听不到佛法的 你今天众使修极乐净土 你知道西方极乐世界 也是阿弥陀佛 也是释迦牟尼佛告诉你 阿弥陀佛的殊胜啊 所以我们要常常感恩 释迦牟尼佛 分身 广度 无量的众生 为我们说很多教法 接下来看这边 这是大殿的右边 有没有看到 一二三四五 有没有 空的五个座位 其实右边是五个 左边五个 是代表实如是 为什么是空的呢 这是很高度的艺术建筑 然后事实上呢 是代表须弥宝座 实如是代表什么 有很多未来佛 都会坐在这个法座上 实如是 如是因 如是果 如是因缘 如是相 如是本 如是体 如是本末就近 等等的十个 所以他右边放五个 左边放五个 代表上面是空性的 然后呢 有实如是 表示未来佛会坐这里 那很有趣的是 在艺术建筑上 那个是须弥座 须弥座底下的柜子 是什么 放普团用的 它设计得很好 接下来 你看 左边又有五个 有没有 实如是 所以你怎么把 法华经的这个 意理所谓具体化 接下来 好 看这里 这是头顶的大殿 大殿一般都有灯 注意一下 这有二十八个灯泡 对不起 有一个灯泡 没有电 当天被我们发现了 二十八代表什么 法华经二十八品 莲花说过 因果同时 注意 它这个大殿颜色 都很特别 全部都很亮 可是大殿的这个地板 是黑色的 所以因为黑色的 所以呢 那一反光的时候 你想 这个灯的反光 一坐在那 你观想 每个人都在坐在什么 莲花台上 所以这个道场 真的我非常非常的赞叹 我也非常赞叹大贝忠心 大贝忠心的那位 助持比丘尼 当时在那个时代 有这个眼光 在MRT旁边 看作众生的供养 这个道场 常常做了很多 教育文化 利益众生的事业 对不对 不像某些道场 你虽然间了 可是只有几个人运用 可是大贝忠心 每一个月 每一个时段 都利益无量无边的众生 这样子 众生所供养的功德 才能够清静圆满 同样的这个道场 也是这样 它所有的艺术建筑 虽然很多人坚全 但是他们很用心地坐 所以 一进去都身心 非常非常的庄严 在滚滚红尘的现代 能够看到佛法身 你应该是很欢喜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 它地板是黑色的 所以你在静坐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 那个连台的椅子 就刚好反射在地板上 这个接下来 我们一般大殿 是供韦陀跟齐兰 可是呢 韦陀菩萨是在印度 本身佛在世的时候 发愿护持 贤结一千尊佛 最后一尊成佛 叫南摩楼智佛 所以就是韦陀菩萨 所以在印度时代的护法 就有韦陀菩萨 但中国我们讲 齐兰菩萨观公 观公是唐朝以后 由智者大师度他 而进入佛门的时候 他才会昏为佛教徒 所以一般的门呢 从唐朝以后的寺庙 都是韦陀跟齐兰 大家知道观公的故事吗 知道吗 知道的举手 不知道的举手 好像很多人都不知道 那我讲好了 其实我有太多东西要讲了 讲多少就算多少吧 但是我一定会把它讲完 不然就要住在新加坡了 其实听闻佛法 要很多时间 观公本来是道教徒 他是正义之气 他真是天义的正气 对不对 然后呢 观圣帝君是很了不起 道教没有一个人不败他的 可是观公虽然正义之气 但他是称心很重 他的正义之气呢 为了护国为民 他是那种 这个忌恶如仇的侠客 他一身关刀下 有意跟无意 杀过很多人 但因为杀身的恶业 所以临命中的时候 他呢 变孤魂约鬼 然后到处飘 他没办法投胎 他就喊 还我头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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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到鬼道以后呢 他一直喊 还我头来 鬼的世界跟我们的世界 是不一样 他一直在流转当中 遇到了唐朝的智者大师 就是访华经的这个智者大师 智者大师 他在禅定中 看到了这个观公 他就用神通力 慈悲观 把他射受过来 然后呢 他看到了 然后这个观公 看到了这个智者大师 非常的庄严 在禅羞 他就是喊 还我头来 还我头来 智者大师就跟他开示 说观公啊 这是你的恶业 你虽然一身正义之气 但是你称心很重 你杀业很重 请问 被你杀的那些人 跟谁 喊 还我头来呢 哇 这是一根真剑血的 错到他内心 智者大师为他开示 他就泪流满面了 他就跟智者大师 忏悔 然后呢 就求智者大师 收他做所谓佛弟子 然后智者大师 为他受菩萨戒 他就发愿 我将来深深逝逝 护持佛教 所以就变成南魔 怯然慎重菩萨 唐朝以前 寺庙里面 并没有画观圣帝君的 可是现在呢 是韦陀跟怯然 对不对 这个就是由道教 而遇到了善知识 而转为正性佛法的 一个很好的例子 当然你是道教徒 你是佛教徒 观圣帝君 也是会互念你 会对你很恭敬的 好 一般都是 韦陀跟茄兰 可是在这里 是韦陀菩萨 下面一个是什么 多文天王 四大天王里面的 多文天王 拿一个设立塔 或是宝塔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道场 是强调教育跟文化 意思说 佛法要从文思修来修学 所以他供多文天王 这是他的建筑很特别 法华会上也是很重视 法华经的寿辞读诵书学 为他人演说 所以多文很重要 接下来看大雄宝殿 这里的大雄宝殿 非常的庄严 再来看 对不起 大雄宝殿的屋顶 有一个圆圆的 对不起 他没有 对不起 给我几秒钟 好 看这里 大雄宝殿呢 一进去的时候 他有用这两颗 代表摩尼珠 龙女不是用摩尼珠 供养石家摩尼佛吗 这个代表 波尔波罗蜜 其实他在进大殿之前 是有用六度 来代表波罗蜜的 简单的说 看 前面 这个是指 他所谓的介绍 一进大殿 左手边是有功德牌坊 这是布施 池戒呢 是指 你要有两个尺度 两个尺 然后呢 精进呢 是他用这个水 这个对不起 这个是禅定 因为踩在脚底上 你的心不痛 而能够安住 修念住 然后接下来 这个 一层一层的水 水波浪 有没有 大家看水的波纹 所以地板上 它是弧度的 代表一波 一波的波浪 往前走 代表是 你要进大之间 之前要修六度波罗蜜 那这两个 你看到的是白色 球的两个白色 那个是两个尺度 然后 这个是忍入 禅定波罗蜜 这个波尔波罗蜜 好 一进到大殿 那就看到 他用了南传佛教 大家知道 在南传佛教的时候 佛灭度以后 怎么来象征佛呢 法轮 菩提叶 佛的脚印 那他们一请大理石 刻了佛的千佛轮像 在大殿 就像现在呢 各位观想 可以一进了大殿 那个放功德香的地方 他就是供 老师 长随佛学 就在这边顶礼 而在印度呢 常常的是用 这个佛呢 这个足啊 来供香花灯果足 那接下来 再看 对不起 下面一张 这个是 佛的大雄宝殿的 头顶圆圆的 注意看 是吗 佛的无间顶像 佛有三十二像 佛的呢 肉继转成一圈一圈 可是在头顶的时候 是很少人可以看到 几乎很少人 除非大菩萨 都很难看得到 佛的顶 叫佛的无间顶像 这个在艺术建筑上 要这样表达 是很难的 所以它是说 身体跪着 然后头呢 碰到佛的无间顶像 表示你谦卑 才能够入佛门 这是佛 我要讲的 无间顶像 再回来看 好 接下来 在这个寺庙的 这个右半边 它就一定要成佛之道 我们那天不是讲 化成辟育品 第七吗 它在成佛之道的 这个见到多宝法 中间有个凉亭 代表成佛是很遥远 很遥远的 你要歇一口气 所以叫歇心亭 这个地方是代表化成 接下来 从化成里往头看 对不对 你就可以看到 多宝佛塔为你招手 下面就是多宝佛 多宝佛塔现前 然后佛呢 多宝佛塔也深深适适 在广度众生 接下来 这是二佛镜并坐 寺庙里有敲钟 钟里面呢 它刻了 释迦牟尼佛跟多宝佛 是二佛并坐 那旁边有很多的 衔结千佛 当时法师很慈悲 希望我们能够好好 能够绕一圈 发愿 然后摸着这钟 希望得到千佛的加持 所以我的学生 就通通去绕一绕 绕一绕这样子 好 接下来这是药草碧品 昨天讲过 从地涌出品 好 这就是讲一个段落 所以佛教的艺术建筑 是能够无形的说法的 请各位翻回二十七页 我们继续看经文 请看第二十七页 第十四行 任二解释分二 show in the explanation 诡一世行处 explanning the concentrated place of the practice 你修行地有行处 就是你必须要专注的地方 经文请看 释迦摩尼佛对文书 施利菩萨说 云和明菩萨摩赫萨的 修行之处呢 假如这个菩萨摩赫萨 修行的时候 第一个要有四个条件 我昨天讲过 慈悲柔和忍辱 跟了解诸法空信 还记得吗 昨天讲的 所以他说第一个 先要住在忍辱地里面 因为我们这个说法世界 叫堪忍世界 好的东西要忍 不好的东西也要忍 对不对 我们常常说 人生不如意 十之八九 所以这个世界 有很多很多众生的业力 不见得都很多 随顺你的义的 所以常不清菩萨 他就是修忍入波罗蜜 而成就的 要住忍入地 对一切人 你要调柔 柔和 要善良 要孝顺 不要心动不动 不触暴 动不到 动不动就发脾气 心意不经 动不动就惊吓别人 到这里是一段 幼父对于一切 佛所讲的教法 无所行 听好不是不要行 而是去做 却不致执着 我先讲到 心意不经 柔和善顺 法华经讲 身口亦安乐行 身当然他摆前面 口很重要 我今天会课的时候 遇到几个联友跟我说 师父 我们婆媳之间 非常难相处 真的业力献钱怎么办 讲个故事给你听 西藏有一个女生 她嫁了老公以后 她很讨厌她婆婆 为什么呢 其实告诉各位 各位的女众 当男人是很辛苦的 你知道吗 虽然师父出家 我还是很清楚的 你看 妈妈生我是 我要孝顺她 妈妈古人叫什么 老娘 对不对 太太叫什么 新娘 老娘不爱 爱新娘 是不是 中国文化 有智慧吧 那作为一个先生 其实很苦的 为什么呢 夹在两个女人之间 假如女人 两个女人都和和 婆婆跟媳妇和和的话 这是她一大的幸福呀 假如婆婆跟媳妇 吵架的话 一哭二闹三上吊 哇那怎么办 男人只好绕跑 所以为什么 就很多跑到 把蛋倒有包二奶啦 所以各位女居士们 请你多体谅男居士 男居士是很辛苦的 你看在座男生都同意 都点头 师父讲到她的 逆心深处了 结果呢 这个媳妇啊 很讨厌她婆婆 她非常的恨 她说 我嫁的又不是给你 我是嫁给我老公 对不对 你为什么动不动 就挑我的习气呀 那婆婆呢 刚开始蛮喜欢她 最后呢 她就很讨厌她 这个媳妇啊 会带来家里的厄运 这个媳妇呢 是来诱惑我的男人的 我诱惑我儿子的 最后呢 是一定会被她榨干的 就他们两个 就常常对立 有一天 这西藏的这个媳妇 就跑到去 看了一个西藏的中医生 他看医生的时候说 那医生就跟他说 医生我没病 但是我希望你 开一个药给我 他说开什么药 开毒药给我 我想毒死我婆婆 哇 那个人听了 想着你心怎么这么狠 但是这个医生是佛教徒 他从小就念 他知道这是杀生的 但是他又知道 不可以劝他 他说好吧 那我要顺你的意 我就给你药了 结果他给他西藏的草药 是类似于 维他蜜 他就给他 他呢很高兴 其实那个媳妇 她是不晓得 她就回去呢 假装很友善 婆婆请喝茶 然后对她就捶背 弄得很高兴 婆婆你最近身体不太好 我去帮你抓了一副药 给你吃 赶快吃吧 她就给她吃 她想 这媳妇是发什么疯 头发疼 为什么会今天对我那么好呢 哎呀 那就加减吃吧 吃了 吃了一天两天 然后呢 她精神越来越好 她说 这个媳妇对我是真好真好 那她媳妇想奇怪 怎么这个老不死 怎么越毒越不死呢 算一算 已经进三天了 听刚应该到第四天 第五天有结果了 结果呢 她就这样做 结果呢 她后来就去了 结果继续 一天两天 结果她药吃完了 又再来 再来以后呢 那医生也没有说 哎呀 你的药 药性不够强 所以没有达到你的目标 她就点她一下 然后她说 好那我回去再试 就一颗不够 加两颗 然后呢 她婆婆身体越来越好 然后她就告诉她 儿子啊 你真有福报 讨到这个媳妇 她以前真的不太好 我总是错解了她 她对我现在真的很好耶 你不在的时候 给我垂背 还煮粥汤 煮奶茶 给我喝 还给我吃很多 维他命 你看她对我真好 你要对她更好一点 结果呢 后来婆婆呢 就啊 对她很好 有空没空呢 也是做西藏的脏霸给她吃 还慢慢把家里的 传家之宝 就是呢 像绿松石的项链 说媳妇 媳妇来 这是我妈妈传给我的 我今天送给你 那一刹那之间 她感动了 她突然觉得 实在我不太对 我对婆婆这么坏 她没想到对我这么好 结果后来 婆媳之间两个人 这个恶缘就化解了 当然她的先生 她作为儿子的 非常非常高兴 最后呢 那她的媳妇呢 就很紧张了 糟糕 我婆婆已经吃了两个月 两个星期的毒药 那再吃下去 她就真的死翘翘了 不行 我要赶快去拿解药 她就赶快跑跑跑 她就这样 半夜敲那个门 赶快 吃点累 吃点累就加起来 说医生 赶快给我解药吧 我不行哦 我当时我跟你抱歉 我害我婆婆 是我的鱼吃 是我的称心 可是我真的没有想要害她 其实她对我还是很好的 赶快给我解药 给我解药吧 结果那医生跟你说 我骗你的啦 我哪有给你毒药 我也是佛教徒 我当时看到你是深烦恼 你起了称心 你跟你婆婆有恶缘 我还没领念 六支大明咒回向给你 我给你是西藏的草药 那对气血是很好的 她说 怪不得 我婆婆越吃越红光满面 最后 她还给那位医生顶礼了 她说谢谢你 你真是大悲观世音菩萨的化身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人与人相处 要柔和善顺是很难 你觉得愿没有缘的人 作为佛弟子 从这个故事给我们启发 当你起了称心伤害别人 其实要忏悔的 还好 这个佛教徒 这个媳妇呢 还是有一点善根 因为他们家也是佛教徒 只是称心起来的时候 她失去了理智 她本来想毒死她婆婆的 可是却被医生给她好的药 所以她婆媳之间就改变了 所以各位 媳妇跟婆婆吵架 最苦的是做男人的 当然你知道了这个故事 就不要用这一招了 你要用其他更有聪明的方法 但是是告诉你 心不要动不动就发脾气 动不动呢 就惊吓别人 听好 你吓别人 恐吓别人 当然你将来也会得到别人的恶果 接下来再看经文 第二十七页 第十七行 佑妇 与法无所行 对一切佛所讲的教法去实践 但是不执着 常常观一切诸法的如实相 不去执着 这里讲的不行 听好 不是不做 是不执着 也不分别 这叫菩萨摩赫萨行处 接下来再看 第二十八页 第七行 子一 约远论境分时 丑一 远豪事 那接下来是讲 就远 from so far side examining the close situation 从远的地方 来看近的地方 这里的近是指什么 你常常会靠近或在你旁边的人 详细的刻板 请大家跳一下到第十五页 好吗 十五页你会看得比较清楚 请看第十五页 的第十三行 丑一 丑二 丑三 到丑 这个小丑的丑 那是第一个 要远离豪事 就是很有权势的人 第二个 远离邪人跟邪法 比如说包含现在很多泰国 马来西亚 甚至印度尼西亚 很多会有放降头 咒术 这是不好的 接下来我后面说 第三 远离各种 凶恶或危险的 killing or dangerous games 这个也不可以 第四个 要远离詹陀罗 詹陀罗是一种 不好的恶友 第五个 要远离恶臣众人 就是远离小臣人 再翻过来 第十六页 佛讲经当然对 与会大众说 听经的情法者 是梅勒菩萨 他献的是男众 比丘相 所以 与会大众 男众 女众都有 所以他告诉你说 第六个 对以男生 对女生而说 要远离那种 欲望之想 keeping away from the thought of the physically desire 或是carnal desire 或sexual desire 这里讲 远离欲望之想 对不起 我只是告诉你 先讲他的大纲 我还会慢慢 一条一条讲 不过这一段 很难讲 所以我要讲很久 要注意听 第七个 远离不难 就是五种 很奇怪的男生 怎么奇怪法 待会会说 第八个是远离 危害你的各种情况 像古代 不像现在 警察很方便 所以要远离 一个dangerous dangerous situation 所以为什么 佛制比丘尼 戒律里 古印度 比丘尼是 一个比丘尼 不可以出去的 要两个比丘尼 为什么 因为强盗对比丘尼 会杀害 还有强暴的 他不像现在新加坡 都很安全 造一个taxi 大家记得 他的number 还有ID card 古代没有这样 所以佛规定 男众跟女众的 僧团要远离 但是不可以 离开一公尺 万一发生状况 女比丘尼 有灾难的时候 比丘要有责任 去救他 那比丘尼出去 两个人同行 才安全 可是现在这个时代 不一样了 所以戒律 听好 戒律是很殊胜 可是他有 他的特殊状况 有时代背景 你要去了解 所以远离各种 危害状况 举一个例子 有些人很喜欢戒法 我也知道 新加坡现在 很多的联友 对戒法 都非常精进 这是赞叹的 但戒是戒自己 而不是执着别人 举一个例子 佛弟子要披袈裟 照三一不离身 三种一 五一 七一 跟九一 为什么呢 印度很热 是像泰国 斯里兰卡的衣服 是用卷的 知道吗 所以袈裟离身的话 那就裸体啦 可是有些人很执着 你看像在座很多法师 他说觉得没有披袈裟 他说你就破戒了 其实讲这句话 是最不慈悲 他根本搞不清 什么是戒 甚至我可以告诉你 在戒经里规定 比丘跟比丘 你是不可以站着上 对不对 比丘是不可以站着上厕所 要蹲下来的 为什么 印度风沙很大 一吹就曝光啦 那你现在呢 我上飞机场 请问那我怎么办 你要你的心啊 比较重要啊 所以戒是很好 挺好 后面我会讲到 身口一安乐行 就是讲 社律仪戒 社善法戒 跟饶意众生戒 而且每一个戒 都有他的故事跟因缘 每一个戒都有 他的开遮 持犯 这样子你才不会 因为学佛 本来没有烦恼 学了戒律 烦恼更多 再说 每一个戒师 因为开遮 跟个性 一定回答的答案 也不太一样 所以你有问题 这几天 希望你尽量问 我也会尽量 尽我的能力回答 所以远离危害 包含虎狼 狮子 或是盗肥 这些东西 都要远离的 因为这会障碍 你修行的 第九个 远离畸闲 keeping away from the misunderstanding 举一个例子 出家人戒律里面 身文戒 是不可以去 风化场所的 假如现在师傅去 我知道好像 这边新加坡 也有 red area 对不对 红灯区 好像get long 就是嘛 对不对 假如师傅从那边 走过来 哎呀 怎么新红是在这里呢 那你心就开始 对不对 所以出家人 虽然你心清静 可是要避积闲 你是不可以去 风化场所 是不可以去 赌场的 你不可以穿着 这个袈裟去的 因为众生会 毁谤你 但是 那有些众生 是赌场 或是 封城女郎 怎么办 在家菩萨 可以去度她 除非你像 唯摩节居士 你有大功德力 像文殊势力 菩萨 可以去度她 所以福教徒 你学倔力 但是你要借自己 但是也不要让别人 miss the understanding 对不对 所以我在新加坡 都不太敢出去 转个头 哎呀师傅 你又在这里 转个头 又看到 阿弥陀佛 还是回净土范营好了 没有 这是开玩笑的 所以说 我们有些场合 赌场 妓女院 还有猎人队 福弟子 以僧文律来讲 比丘跟比丘尼 是不可以去的 但是也有特殊状况 后面会说 第十个是 不要专门养很多 年轻又很貌美的 younger disciple 那你会说 那这有什么问题呢 有 后面待会会讲 请翻回来 请看第28页 今天要讲 所以新地是很重要的 请看幻灯片 这个是你没有的讲义 在梵王经菩萨界 有上卷跟下卷 上卷是讲新地品 下卷才是戒条 我虽然两年没有来 但是我在台湾 每一次呢 每个礼拜都有四堂课 各位可以上网 我有讲过菩萨界 我也讲过 放网经 新地品 新地品了解了 你才能够抓到 修行怎么开车吃饭 举一个例子 这叫做远离女众 就是说 比如说 不可以起淫欲响 佛在世的时候 阿南尊者曾经问 阿南是非常非常庄严的 他长得是三十像 他跟佛几乎一样 他有两个像没有 第一个 他没有办法向佛 出广长蛇像 遍复三千大圈世界说法 第二个 他的梵行 不邪淫 还没有向佛这么亲近 所以他没有得马英长相 马英长相是指 生殖器像马一样 可以缩到身体 这是他戒律亲近 可是阿南庄严 是非常庄严 大家知道摩登前女的故事 对不对 他一出去的时候 那个摩登前女呢 就是说 妈妈 我就是要她 他说你要谁啊 你要和尚 那不可能的 对不对 你怎么什么人都不选 选她呢 他说 不管 我就是要她 那他妈妈只好 爱了女儿 就用印度的咒术 所以阿南来托波的时候呢 他很庄严 很多女孩子都要供养他 那结果呢 摩登前女呢 就拿一个 手巾这样 一秀一下 他就昏了 这时候他虽然 头昏了 但是他心很清楚 他知道自己遇到灾难 他想 佛啊 赶快来救我 他虽然被拐会到呢 这个 所谓的摩登前女家 但是他并没有破戒 在那要破戒的 那一刹那之前呢 这个呢 佛用大佛顶手 愣严咒 叫文殊菩萨去救了他 结果呢 救回来以后呢 那个摩登前女就跟着来了 跟着来了 佛呢 他用神通力观 摩登前女是根性很重的 他说你喜欢阿南是吗 他说对 我就是要这个男人 我要嫁给他 他说问题 他是我的徒弟啊 对不对 是出家 那你如果要嫁给他的话 你也得出家 这是佛的善巧方便 他说好 只要我得到他 剃头就剃头 他当场就剃了 剃了以后 他说那这样可以了吗 佛陀 他说可以 那佛就为他说 不静观 他说你喜欢阿南哪里呢 喜欢阿南的脸吗 还是头皮呢 头呢 他会有头皮呀 那你喜欢阿南的眼睛 眼睛有眼屎啊 你喜欢阿南的嘴 嘴巴会流口水啊 你到底喜欢阿南哪里 他说我通通都喜欢 那这时候佛就为他说 不静观 然后为他说法 结果这个摩登前女 很有善根 经过昼夜津津的休息呢 就很快的七天之内 正到阿罗安国 他看到自己过去跟阿南啊 五百世都是夫妇 天上的五百世是夫妇 在当动物的时候 还是夫妇 当人间的时候 还是夫妇 当小狗小猫的时候 还是夫妇 所以可见夫妻的缘是很深 这时候呢 他才忏悔 所以他就精进修持 所以可见呢 要度众生是真的不容易 戒是戒自己 而不是要求别人 这是很重要 在上卷新地品里面讲 初离心叫舍律一戒 菩提心叫舍善法戒 大悲怨心叫饶意众生戒 一般的联友都会问 师父我有没有犯戒持戒 你问的都只是舍律一戒 你自己不要造杀到淫望久 要修五戒十善 可是你有没有看到 舍善法戒 一切的善法 你都应该尽心尽力去学 这个不容易 饶意众生戒 看到一切的众生 真正要需要我帮忙的 我都要帮助他 不管他是什么种族 不管是什么族群 我能够帮他 都应该帮他 这个才叫菩萨心 可是我觉得 很多老菩萨并不了解 就是去受菩萨界 我问他为什么 我可以站在第一排 看着师父比较近 可是他根本不知道 什么叫舍律一戒 舍善法戒 饶意众生戒 所以供养大家 弘一大师说 受戒以后要学戒 你才能够持戒 我再讲一遍 受戒以后要学戒 还要持戒 当然一定会犯戒的 没有一个人不犯戒的 但要忏悔 所以你的心最重要 所以我再回来讲阿南 所以阿南 因为这桩事情以后 因为太多女孩子残 他就问佛陀 佛陀我每次去脱波的时候 那若女众要跟我打招呼 可不可以讲话 佛陀说不可以 他说有时候我们不打招呼 是很不礼貌的 那说佛说可以 脱波时不是说法时 讲三句到五句 不可以讲太多 然后第二个 佛就问他说 那人家供养我的时候 我是要看鼻子 眼观鼻 鼻关心 我还是要看对方呢 他说眼观鼻 鼻关心 他说有时候这样 很不礼貌吧 那他说不礼貌的时候 你就微笑 这样就可以 那有时候他说 那假如我在供养的时候 女众呢 一定要看着我 我也看着她 怎么办呢 佛说注意你的念头 要提起正知正念 这个很重要 好 翻一下 三十页第二十七行 所以佛规定 比丘没事 不要乱跑到人家 不独入他家 若有因缘 要读入的时候 要一心念佛 请做一个记号 可见 法华经跟念佛法门 也是有关系的 佛在世也教弟子 一心念佛 先做一个记号 这个我后面还会讲 好 再翻回来 在第二十八页 所以要讲 这个十个里面呢 你要很清楚 它有很多很多的原则 关键是在你的心 所以我们受了菩萨界 我们要出发心的菩萨 要心愿行解 都同诸佛一样 这个与菩萨行者一样 这才叫做明福其实的菩萨界 很多的怜友 只是注意 设立于一界 我有没有破界犯界 当然很好 你有没有想到 我有没有尽心帮助别人 一切善法应当学 我一切众生 饶意众生界 所以心愿行解 有什么呢 有四个 请各位可以抄下来 你的心 纯心 Mind Mindfulness 愿 你的悲愿 Great Vows 或Compassionate Vows 行是你的action 行为 或叫engagement 解是你的见解 你的view跟understanding 我们念观世音菩萨 你要想 我纯心真的像观世音菩萨吗 还是呢 我看到人家的时候呢 这个 我们常常起称心 而不会去关怀别人呢 所以 你的纯心很重要 第二个 你发愿 有没有像观世音菩萨一样 广大无边呢 第三个 你的行为 是不是像观世音菩萨 身口一清净 众生看到你 周深欢喜呢 最重要最要 第四个 你的见解 你的view跟understanding 所以是不是正知正见 这个才是真正的 为什么要来听经 为什么来文法 我知道大会 大家很早 五六点都有人来做 我们大家都很辛苦 可是我们大家都很欢喜 为什么 因为我们需要学到正确的 正知正见的见解 你这样修行 才会走正确的路 所以在社律仪界 这下面介绍的是 宗科巴大师在菩提菩萨正道界论里面讲说 社律仪界 社善法界 跟饶意众生界 都要很多因缘才具足 社律仪界 社律仪界里面要讲远离 是非之处 讲对峙自己烦恼的方法 请大家先看 第一 当你独处的时候 你应该观想 我并不孤单 我有像横河沙树 无量无边的佛菩萨 这个世界像法华经 像华阴经讲的 有无量无边的佛菩萨 都在修行 我们都在往成佛的道路上 这样你观想 才会对峙你 对别人的留恋心 有很多人 自己不敢独处 总是每天打电话 要去跟着 叽里呱啦 这里讲 那里讲 浪费很多手机 也造很多口业 当你独处的时候 你自己并不孤单 你有跟横河沙树 无量无边的菩萨 都在啊 第二个 当你处在大众 比如现在进入大陆会场 你要观想 所有一切都是如梦如幻的 只有我是一个人 你的心才会静下来 否则人家呱呱叫 你也呱呱叫 你常常为外面很多的 五欲六成而迷失的 所以下面讲 身安乐行 十种要远离的人 其实真正远离的是 远离你心中的烦恼 听懂吗 这个很重要 否则你会说 怎么佛呢 又对女众有意见 佛又对国王还有意见 下面呢 这个又不能亲近 那个有亲近 他的目的不同 他是要射受你的心 所以你要观想自己 只有一个人 常常你会善互其心 而不会迷失在 五欲六成的外境中 这个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先要把这些讲清楚 后面才慢慢讲经文 所以 深乐独静 我们常说 我们要住在很 清静的地方 然后呢 能够好好专修 在藏传佛教里面 也要闭关 在南传里面 也要短期的禅修 或出家 为什么要短期的禅修 retreat呢 是第一个 独处的安静 在清静的懒弱 是追求身心的 清静与自在 第二个 并不是与你 自私或孤僻的习气相应 注意听 这一段很重要 很多人很不喜欢 发心行菩萨道 他自己反而呢 喜欢躲在静静的地方 就好好喝喝茶 谈谈禅 当然这样也很好 可是问题是 你啊 是不是逃避你 孤僻的习气呢 僧团里 大乘佛法殊胜的地方 就是呢 要跟僧团合合 僧团合合里面呢 就像当兵一样 对不对 你早上还睡在懒觉的时候 大众起床 敲钟 那你就起来啊 所以 心求清静安乐 并不是与你 自私跟孤僻的习气相应 有些人出了家 他还是很孤僻的 那这样不容易得到同参道友 第三 虽身处在清静处 远离恶友 但是你心常常思念 众生的痛苦 不舍大悲心 古人大德写了一首记 不忍众生苦 不忍圣教衰 缘起大悲心 去入于大乘 所以我们为什么 身虽然要清静 要持舍律一介 可是菩萨永远不放弃任何一个众生 你要想 当一个众生在我的面前 他很苦 我又做得到的时候 你是不可以放弃他的 你虽然不能帮他 你要想尽办法 帮助他 所以禅宗说 不怕念起 只怕绝持 不要怕你忘念起 你要的是呢 不要让你的这个 身口意往外面跑 这样你身口意还清静 这个才是 舍律一介的根本 在清静道论里面叫做 密乎根门 保护你的眼睛 不要往外跑 所以在禅中 在打禅气或禅坐的时候 一定有奸相师父 叫你 眼关鼻 鼻关心 你要眼睛乱看 啪啪 就打下去 你看什么 看你自己的念头 人都是要经过这样磨练 你才会呢 把你的烦恼习气 给除去的 所以这是很重要的 接下来 对自己 对人 对外境 跟对佛法 要怎么突破障碍呢 很多多年有问我 师父 我要怎么掺除业障 请看 我公开回答 一 很努力地 积聚福德资粮 二 对峙你的障碍 要真诚忏悔 第三 要发广大的怨心 这是很重要的 好 接下来看 身安乐行 请看经文 第一个 请翻开 二十八页 第十行 远豪士丑一 云和明 菩萨摩荷萨 亲近处呢 第一 菩萨摩荷萨 不可以亲近 国王 王子 大臣 跟文武百官 哇 这下 听到这句话呢 大家都麻烦了 听好 我接下来讲的话 是很真诚的 各位有没有想过 佛在世的时候 佛的佛法很兴盛 当魔王 要干扰佛头的时候 佛说 我的正法 是不生不灭的 可是魔王 告诉他说 释迦牟尼佛 现在我不能破坏你 末法时代 我叫我的 摩子摩孙 都出家 穿你的衣服 吃你的饭 但不行如来的道 这时候释迦牟尼佛 就掉眼泪了 可见 我们现在 佛在灭度 两千五百年之后 你可以看到 其实有很多 不一样的 在家出家众 简单的说 我观察到 有三类 第一 真的为了了生死 很真诚 亲近的来学习佛法 像在座大部分的人多 这是很值得赞叹的 第二类 有些人说 哎呀 你看佛教 这么广大的资源 我也是佛教徒 想一下想 这个团体有一千人 我若行销的话 五百人买我 我就发了 我叫一路发 其实你的动机 是不精进的 所以很多的寺庙 我不知道在新加坡 在台湾的寺庙 他是贴着 不可以政治广告 也不可以做推销 为什么 你不要认为 佛教有广大的人脉 然后你就想利用 然后有些连友呢 师父开施的时候 非常感动 哎呀 师父你好庄严 你讲的法很高 忏悔业障 结果打完佛系 转个头就开始 这个人呢 应该去打听一下 这个人应该拜访一下 那个人有福报 这个师兄很发心 你看 你都是放长线 叫大鱼的 你都是有所求的 这个是不清净的心 你真正要正法华三昧 你就要有勇气 把这个砍断 这是释迦牟尼佛教我们的 可是呢 第三类是更糟糕的 它是挂羊头 卖狗肉 对不对 表面是佛教徒 接着呢 可能是其他宗教的鬼神教 嫁机 缝乱 讲神通 讲感应 骗财骗色 所以为什么宗教会让人家怕 因为全世界都有好的宗教徒 也有不好的宗教徒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讲这个 你要想 佛法谁会灭我们吗 魔没办法灭 是我们佛弟子 不按照佛的道理 真正去羞耻 自己在明真 暗斗 勾心 斗角 奔党派 这个把给佛法灭了 所以佛也知道 佛在世的时候 大家都知道 有六群比丘 横捣蛋 还有提婆达多障碍他 提婆达多也故意跟佛对立 创了另外一个新兴宗教 释迦摩尼佛都知道 佛在世的时候 也有人毁谤他 讲个故事给你听 我太多故事要讲了 有一次呢 有一个女生来 孕妇 大肚子 哎呀 释迦摩尼佛 高达玛斯达达 他哪有 很亲近呢 他跟我有染呢 我肚子大大的呢 这时候佛没有讲话 他静静的 这时候第四天跟大范天王 用神通看 这是魔来障碍他 他非常生气 大范天王就变一个老鼠 然后呢 跑过去 爬到他的衣服里面 一咬 冬结了一个木桶 掉下来了 因为这样 他吓了跑 跑往外面的地狱的猛火 就列出来 当场妇女就跺阿比地狱 那与会大众都觉得很奇怪 就问佛陀说 佛陀说 这个是我过去 无量的眷属 事实上 我没有占他的便宜 但是他因为呢 看我爱我的太太 所以他嫉妒我 毁谤我 所以今天会有这样的恶业 事实上 我跟他没有不亲近的行为 你看 释迦牟尼佛在世 都有人毁谤他 那何况我们在末法时代 所以 末法时代 甚至是呢 阿弥陀佛 龙舍混杂 凡胜同居的 出家里面也有很优秀的出家人 也有不好的出家人 在家佛弟子里面 也有很虔诚的人 也有很不好的在家弟子 讲这里听好 不一定专指出家众 在家出家都要反省 假如这个人 他不持戒 不如法 他所讲的佛法 是跟佛法讲的不一样的 像我听到有个宗教领袖 就说 金刚精是假的啦 对不对 凡所有是虚妄都是虚妄的 他把金刚精踩在他脚上 那是邪剑啊 第二天他嘴巴就歪了 一切法必尽空 但因果丝毫不爽 所以末法时代呢 奇奇怪怪的人非常多 南传北传 表面上都很精盛 可是呢 龙舌混杂也很多 从圣异地来讲 他有都有佛性 可是从世俗地上来讲 我觉得在家受了菩萨界 或是要护法卫教的伏弟子 眼睛要放光 假如他是一个 如法的出家人 说如法的僧团 我们应该给出家人鼓励 给他护持 假如他是不如法的出家人 慎默然 不要讲话 在家居士 也不要去诽谤出家人 他有他的果报 所以像假如 像佛陀所讲的 摩子摩孙 穿你的饭 穿你的衣 吃你的饭 不行如来到 那将来都会剁万岁 万万岁的地狱 佛也救不了他的 所以 听好 末法时代 你要分得清楚 什么是真的 什么是假的 什么是正邪 真假 所以第一条 他就告诉你 修法华三昧的人 不可以亲近 国王 王子 大臣 文武百官 为什么 攀元新 这些权势 从正面说 当然文武百官 他也有佛性 可是从负面说 你为什么没事 将去亲近文武百官 挺好 我讲经 我没有暗设什么 知道吗 我对新加坡也不了解 我也不是 新加坡 我讲完经一定会走的 放心 可是我要讲的 注意听 佛为什么教我们这样 挺好 在中国 当佛法传到东汉 传到 从佛法从印度 从东汉 传到魏晋南北朝的时候 就有两个高僧 就有不同的主张 最有名的是 道安大师 还有慧远大师 道安大师说 国王 文武百官 也有佛性 我们应该度他 而且文武百官 如果做了一个 错误的决定 他会伤害 千千万万的众生 虽然文武百官 有骄傲 有权势 可是他也有佛性 我们应该度他 道安大师就举了 很多很多人的追经 包括 护国人亡 波罗蜜经 对不对 不可以这样说吗 但是呢 慧远大师是 庐山 东陵念佛堂的 净土中 第一代主师 他就比较traditional 他说 我愿意视线 是清高亮节的 他叫做 送客 文武百官来 你要学佛法 你来 我也绝对不会 为文武百官 专门准备大鱼 对好的饭菜 你跟我们呢 寺庙就是一样行堂 吃完饭 问完佛法 送他就一条西 叫做虎西三校 就 对不起 慧远大师 就送他到那里 然后他就走 因为他有清高亮节的 这个品德 所以文武百官 对他都很恭敬 因此中国就有这两种不同的主流 当然也有第三种说 哎呀文武百官 我们也应该度 那要看状况 这是第三个 所以听好 佛教你修 身安乐行 是说 你的心 不要起攀缘心 去攀缘豪贵 跟权势 所以告诉你 不可以亲近 国王王子 大乘文武百官 懂他的意思吗 懂不懂 各位睡着了 懂啊 这很重要 不要误解啊 不要一听呢 就开始讲 哎呀新加坡很多 那很多佛种啊 怎么样 错不是这个意思 是你的发心 假如你是一个 为了利益众生 跟文武百官沟通 而度他说佛法 那是功德无量的 但是你要有功德力 你是先度他呢 还是被他度走 后面会讲 我在出家的僧团 我就有一个师兄 他非常非常的热心 热心到鸡妈妈的妈妈 还变鸡妈妈的鸡婆 他呢 对人非常的慈悲 他念一部经 念一念 信徒一来 他就马上来 欢迎欢迎欢迎 然后呢 就跟他有缘 然后有事呢 没事呢 就打电话 你最近好吗 这样子 我可不可以去你家 然后我来关关心你 来跟你结缘 我跟他说 你结什么缘啊 你出了家 出家你不好好修道 师父也没派你 每天你往信徒家 跑做什么 你拿什么东西 去利益别人 他说 哎呀 他们家很苦啊 他们家跟我有缘啊 我要多关心 我说胡扯 都是你自己讲的 所以我很不清楚 很不客气 我是师兄 我就教训他 我说事实上 你是攀缘心 我就引了法华经 这一段给他听 佛告诉我们 不要去清净这些 文武百官 王公大臣 是要断你心的 染污心 攀缘心 所以随缘跟攀缘 要分得清楚 你假如 怎么判呢 怎么判断呢 清净心 为别人说法 这叫解法缘 佛也说 未成佛要广结善缘 可是假如你是有目的的 有染污的 希望人家对你供养多一点 我跟你讲 杂染的果报 那出家人的功德呢 将来是会用掉的 所以各位 这要去想一想 这个很重要 对不对 所以你要想一想 我们佛弟子常常说 绝缘跟攀缘 你怎么判断 有一次有大陆的联友来 见我 我第一个问他 他很高兴 很赞叹我 怎么样 讲一大堆好话 他说师父请你开示 我第一个问他 什么叫贿赂 什么叫做结缘 你讲给我听 他吓了一跳 对不对 现在呢 这个社会也怕 跟人家结缘 佛教徒听好 跟人家结缘很好 但是不要误会 否则你给人家的东西 人家就有证据 刚好是变成贿赂 贿赂跟结缘有什么不同 各位想一想 结缘是用清净心 给人家鼓励 贿赂是呢 我用财 色 名利 或是钱 我叫你 而且我要求你做 你不做呢 我就把你干掉 所以你得到的果报 不一样 新加坡 我是非常赞叹 是一个没有贪官污吏的国家 对不对 可是其他的国家 对不起 连我们的国家 可能我们有些总统 都不敢站出来 讲说 我们呢 没有贪官污吏 全世界都有贪官污吏 所以在慈激功德会 去救济别人的时候 他很聪明 谢谢国家的帮忙 但钱绝对不会 兼给文武百官 直接给人民 为什么 就是断众生造恶的心 了解吗 好 时间的关系 不要讲得太激动 我先讲第一条 其他的 我有一个建议 法会的时间结束很快 希望你从 今天开始 从二十八页 开始 每天看十页或二十页 请你先预洗 明天开始 火车就会越开越快 最后变喷射机 好 我接下时间回答问题 第一个问题 师父请问如何修大手印 弟子在去年在印度 接受了印度大宝法王的口传 大手印 但是弟子不知道如何修习 大手印是白教很高的教法 它有次第 有显教大手印 有密教大手印 有无上大手印 所以我觉得最好的方法是 应该问你 为你口传的这位上师 上师口传以后 如果不能够学习 可以问旁边的 仁波切或拉玛 或是Kembel 先从四加行开始修起 四加行是很重要 那四加行简单地说 就是修 归一大礼拜十万遍 念金刚萨多百字明十万遍 然后呢 念曼达拉 修曼达拉十万遍 还有修上师相应法 这个就像建一个大楼一样 你基础稳固了 你才可以修上面的教法 中国的人 佛教徒 很多人都喜欢金刚称 但是都不太喜欢按照次